居民期盼的这天终于到来 在高雄凤山区瑞春路14项 从去年开始路面就不平 有多处坑坑洞洞 所先在议员与里长的多次争取下 最近公务局才完成道路重新整铺 我们门口就会积水 那表示说这边的路就是不太平 然后我们像长辈骑脚踏车 我们也是都会觉得蛮危险的 像小孩子在使用上 我们会觉得路就是有一点凹凸不平 然后还好里长跟那个雅净议员 就是有请那个相关单位 来做道路的重新铺设 里长提到在刨铺的施工过程中 工程车经过路面时 发现地基好像下线 于是让怪手挖呀挖呀挖 结果发现埋在地下的自来水管 竟然破裂 露出了非常多的水 在施工大车刚好有压到 他就破一个洞出来 差不多30至30 30乘30 看到破洞的时候 我就感觉好像地层下线了 然后就赶快通知自来水公司 那个时候水还没有跑出来 通知自来水公司的时候 它挖下去就是有大量的水在流出来这样 水流非常大 现场出动抽水机 在抽水的过程中也赶快把自来水管填补 市议员李亚敬与当地里长也呼吁 请自来水公司尽快钛换高雄老旧水管 避免又有地层下线的问题产生 自来水公司如果你再不加速赶快就是做钛换的话 我们不晓得我们的道路上 路底路面底下还有多少个陷阱 不定时炸弹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危害 道安危害 所以我一来感谢相关单位的积极 二来还是要敦促高雄市政府跟自来水公司 赶快就这五千多公里 还没有钛换的这些老旧管线 是不是赶快做个配套赶快来撕作钛换 自来水公司对此也做出了回应 会针对高雄老旧自来水管做优先处理钛换 针对这个整体的这个管线更新改善 那水公司在112年 我们在大高雄地区 赤支了大概5.7亿亿 那推动了大概六十几件的自来水管 钛换新的工程 对于这个老旧管线 是针对会参考它的这个漏水记录 那如果说某些管线的漏水频率高的这个管线 我们会优先来办理台湾 明淡与里长经常关心道路安全 除了地面的整铺之外 地底下的管线也需要定期更新 如何给市民一个安全舒适的用路环境 市府与水公司还要在家把劲 记者黄冠维和温宇高雄报道